夏美援很高興繼續跟劉松仁哥哥聊天 鄭國光老師 鄭老師也是夏美援的老師 他是我小學老師 我很清楚他的日常工作 因為他真的很忙 你第一次跟鄭國光合作 究竟是甚麼機遇 我也不知為何 總之就是我們有電視劇 這樣就需要寫歌詞 我真的很離譜 講一個故事 那首歌有人寫了 他們的音樂總監有人寫了 寫了一張我看完之後我不滿意 你不喜歡 我不滿意 我就找鄭老師幫我改 但你當時做演員 為甚麼會找到你做這些事 我改了我不管 改完之後就去錄音室 錄音室的音樂總監看著我 他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不通過這件事 因為你找了他 因為我找的 你好像你所說的 我是演員 你找他好像不太適合 也不太適合 他說你知不知道我可以誤甚麼 我說是 我知道 你便說我不用 因為我沒問題 我說沒問題 不過我告訴你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 我說今天我有這樣的地位 我這個地位 可能過了一陣子便沒有了 我一定要 保持 Fully Utilize 即是說一定要是完美 用完這個 我明白 我試試行不行 如果我不試 我對不起自己 所以人們一定要試 因為你不試就不知道 我便去做 我做了一個博一博 看你願不願 你說不肯 不肯可以 我根本是沒有條件做 他說 這次便算了 他便過了 這個是故事 找他 鄭老師 開始的時候 鄭國剛 業餘的時候 我本身有一個作詞 我那時候 就是一個老師 在學唱歌 不是學唱歌 是學學練聲 是學練聲 我甚麼都跟他談 是好談 是 他說你們這樣的劇 你應該找個專業的人寫詞 是 我心已經 因為 我們開始是業餘 是 我已經在想著 我心中 哇 你覺得誰對 其實我心裏 你是問一下那個人 我特地問老師的意見 他說 你應該找鄭國剛 是 你的心也是想著鄭國剛 我是認識他 因為我是認識他 我都不認識他 他是說鄭國剛 其實他本來有點猶豫 因為他平時寫歌詞 他不是寫這些音樂劇 並且他要寫一個利馬德音樂劇 而他不是那麼熟悉的 他說 他怕寫了好就好 不好 會有很多反響 這是鄭國剛才告訴你 亦都是 他根本是可以不接你這個 他根本是手頭很多人 對 對 為何還要沒有這個險 所以就很奇怪 然後還有事發生 我在大陸拍戲回來的時候 陳美琪打電話給我 你知不知道鄭老師 在時代廣場那裡 有一個展覽 我也有去 是的 我知道 他畫了你的樣子 你知道嗎 是嗎 我不知道 因為他很喜歡畫畫 是他喜歡畫畫 我知道他有粵曲 他跟我說 那時 因為老師說的時候 我已經接觸鄭老師 他就叫我去看他的演唱會 那時的演唱會 我就順便去看他的演唱會 展覽 過去聽他 就是這樣 兩個人在我面前 在鄭國剛 在那個時候 同一個時間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看著他 他就是要我找這個人 我知道 但當你真的找他的時候 怎樣 我約他 我一天在紅磡那裡見面 他就談了 我說我有一件事 想去幫忙 我的感覺 可能我記性不好 他第一時間答應我 他答應我 他答應了你之後 可能有很多考慮 沒錯 因為那個教程 不知道他對我的感覺 他答應了我 因為 從哥出來找人去幫忙 現在你班底的人 都會第一時間 很快會說 Yes 因為你是 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可能 你第一次 我不知道 你不是經常找人 你第一次找他幫忙 我告訴你 他答應我 他不是跟我談酬勞 沒有酬勞 是 他真的是幫我的 你知不知道 但是他是有些擔心的 我這樣不知道 之後他覺得 因為他很勤勵 他陪他的太太 在聖誕的時候 裝回書底 他很勤勵地補習 他要補習 真的很好 我這個戲 幸好是找到他 是 是 找到他的好處 是甚麼 我預備 通常是 寫了歌詞 我這個意思 我告訴你 這首歌的意思 他寫完之後 我預備 在下面加對白 因為不出 不是完整 是 甜一點 我就會加對白 又加少許 就是令到他圓滿 令到他圓滿 令到他圓滿 他寫的歌詞 我不用加對白 有透對的 即是很明顯 很清楚 他把感情 把關係 把意思 唉 所以當你收到他的作品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 驚嘆 當然 我中間都會跟他說 有某個字 或者某個關係 我會再強調一下 驚調 但是基本上 是很好 所以 真是 很難得的作品 一定要支持 好好的作品 好了 還有下一集 希望大家Lik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支持重歌